欢迎回来继续Focus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将展开上任之后第二趟欧洲之旅 他将会晤一生心心相习的天主教教纵方极各 心心相习通常不是指甜如蜜的关系 而是彼此在价值信念甚至信仰上有难得的共鸣 虽然美国总统就职都会按着圣经发誓 但是一直到了拜登 美国史上才出现第二位天主教的元首 关于堕胎与否或者同治平权的普世议题 在开放多元的美国都挑战拜登的执政智慧 他如何忠于自己的信仰 而并非完全是教会的信仰 这对范蒂冈来说 拜登也是一个划时代的指标 美国总统拜登将在周四展开上任后第二趟的欧洲之旅 第一站先到罗马参加G团体领袖高峰会 期间他也会与私教圣堵的教宗方几个会面 拜登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 也是美国史上第二位天主教总统 之前一位是约翰甘乃迪 教宗方济各与美国前总统川普 在美边境墙上的意见相索 川普一气之下还骂教宗无耻 现在美国总统换成拜登 方济各当然就特别的开心 教宗重视拜登除了是宗教上的连结 两人的私交也很深厚 2015年教宗访问美国 时任副总统的拜登 震惊力长子波拜登离爱去世的打击 拜登当时陪同教宗到各地参访 教宗在离开前特别要求与拜登的家人见面 抚慰他们的丧子之痛 拜登和方济各在气候变迁 疫情和贫穷议题上的理念都很契合 不过近日拜登却因为堕胎议题被卷入争议之中 也让方济各感到为难 身为天主教徒 拜登表示他个人反对堕胎 但身为民选总统 他不能将宗教信念强加于民 所以他尊重堕胎的权利 近日德州通过严格的禁堕胎法 白宫决定采取法律途径撤销德州的严法 这也引来美国天主教保守派主教们的不满 扬言要禁止拜登在尼萨日领取圣题 过方济各不同意这样的做法 他呼吁主教们应该同情 并温柔地对待支持堕胎的天主教政治人物 拜登和方济各信心相惜 还因为两人登上权力顶峰的路径相似 他们都曾经处在竞争激烈的场域之中 但都选择静静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直到机会降临到他们的身上 据团体峰会结束后 拜登还将前往苏格兰参加联合国气候会议 拜登这次到访欧洲 与六月的巩固邦誼之旅不同 这次是要商讨政策落实的工作会议 其间他也将与法国总统马克宏 以及土耳其总统尔端单独会面 对拜登来说 现在最难打交道的恐怕不是欧洲领袖 而是为支出法案而争论不休的民主党自家议员 拜登希望赶在出访前 议员们能够就追加1.75兆经济和气候支出法案 达成共识 然后尽快以1.2兆基础建设法案 一并交付众议院表决 拜登原本追加预算的版本是3.5兆美元 协商后降至1.75兆 目前议员们仍旧健保补助和气候支出等细节进行讨论 若能赶在总统出访前完成法案协商 拜登在G20以及气候峰会上 说话的气势也会更强 TVBS新闻总和报道